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西都是按小时计费的 输业的时候需要精确 用输业泵挑一小时几毫升的 所以是常常需要输业用的输业泵微量泵 这些都是按小时计费的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护理费用高 净ICU的患者 他生肠的管路太多了 所以说一般都不能解决问题 慢慢需要进行世界买的穿刺 患者经常还有尿管 鼻子管 引流管 所以说护士还得保证这些管不能拖出来 还得护理不能感染 所以说这些都需要有经验的护理人员 专科护士来完成 除此之外 护士还需要进行繁身 扣背 护理 第三方面就是检查奋用 化验费也比较贵 他的化验检验了 不是咱们是普通病人 愁上一天看等结果 这个病人 比如说像那个血气 如果血气一般是一天两次 但是遇到特殊情况 也可能每小时一次 两小时一次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根据病情变化 渐渐的迅速 你可能的化验重复的化验 所以说这些肺炎都是比较贵的 第四方面 药费也比较贵 你普通感冒可能吃点的 普通的抗病毒药就好了 但是如果离头的感染特别重的话 所以说药费也都比较高 它可能是血脚板 白蛋板 脂肪乳 这高级别的抗生素 血液制品 所以说都会比较贵的